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台湾大雪实际上是在暗示着中国大陆的 以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行走方向 开年就是大雪了 被冻在高速上了 永远在路上了 其实中国文化和民主 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么强的冲突 李克强的走 有人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这一辈子的文句 其实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代表 一直被人看不起 结果终于出人头地了 就是要属于他的给拿回来 说起来和习近平他的心态 确实非常非常贴切 本老百姓失踪或者一般的官员失踪 应该说是2023年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的命运其实就跟铁链女差不多 一点自由都没有 还被这个全世界嫌弃 李克强的夫人陈宏 虽然他原来的名字是红色的红 把红色的江山红 改成彩虹世界的红 我想他就有这层深深的含义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